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嘉义近年陆续有重要的遗址出土 一步一步拼凑云家地区的史前拼图 回顾二十几年前 嘉义县最早发现的史前遗址 就是位在嘉义县太保市的渝寮遗址 早在1940年前后 就被嘉义农学校日本教授吉田茂发现 之后随着日本学者离开台湾 渝寮遗址也就此消失近半世纪 直到了1998年 台湾考古学家刘易昌 利用土法炼钢的方式 在地图上逐一寻找嘉义 所有叫做渝寮的地名 才让隐没在甘蔗田里头的遗址 重新出土 二十多年之后 采访团队跟着当地居民的脚步 重返渝寮遗址现场 在甘蔗田上方的黄土堆中 仍可以看见破碎的桃片遗物残骸 究竟渝寮遗址的开发过程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文史保存跟在地发展又该如何并存 路线追踪带您深入了解 这边是鱼寮遗址的一个所在地 那这边大概有 差不多30公斤左右的一个面积 都是鱼寮遗址的一个范围 那目前几乎都是台糖的土地 它都是种那个甘蔗 我们在智堂的原料甘蔗 来到嘉义县太保市的鱼寮聚落 方眼望去 辽阔的甘蔗田是逢胸根期间 只剩下大片黄土 谁也没想到 在干燥的黄土下方 竟然藏有距今大约2000年前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遗址 因为它这个是都被离根过 就是说都有受到扰动了 那残片可能就在比较底下 比较会完整 那在上层的话 就是少少的几个残片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这边又有一块了 这块也是怎么看得出来的 它的颜色就不一样 中伯州从小就在 鱼寮聚落里头长大 儿时最喜欢在父母农忙时 跑进甘蔗田里玩耍 没想到二十几年前 考古队在此挖掘到了大量文物 才让他惊觉 原来他童年最爱的秘密基地 就是一大片历史悠久的考古遗址 多年之后 中伯州带着我们重摆现场 这里的遗址 始终以甘蔗田的形式 现地保存 仔细一瞧 这里看似普通平凡的黄土堆当中 却处处充满惊喜 好 这边有一片了 这里 你看哦 来 这边这一块就是黑桃 这个是黑桃 这一块应该是红桃的东西 就是说被它扰动之后 它就变成混在一起了 我们算是在这边 土生土长的一个居民 其实在小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就是说里面会有一些小碎片 当时也是觉得好玩就把它拿来 就是说 那就是说来玩这样子 其实也不晓得说这个就是遗址的东西 农田里头看似普通的桃片碎块 可是见证了新石器时代晚期 转变到金属器时代的关键保护 预料遗址出土的桃片 大约十万多片 都是距今1980年到1620年间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物 而在这里更是嘉义平原 最早发现的世界遗址 云嘉以前考古工作做得比较少 那目前因为医疗的发现 加上台斗坑的发现 我们几几乎可以把云嘉地区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建立起来 回顾余料遗址最早被发现的时间点 落在1940年前后 由嘉义农学校教授西田茂所发现 首建于陆野忠雄东南亚西亚民族 学先史学研究当中 并且正式地将它命名为余料遗址 只不过随着日本学者离开台湾 余料遗址也就此消失 将近半个世纪 直到二十几年前 台湾考古学家刘亦昌 重返嘉义进行调查 才让余料遗址有机会重新问世 嘉义农林学校 它的老师会去的范围 当然就是嘉义的附近 我就做了一个非常笨的动作 就把嘉义所有叫做余料的地名 一个一个去找 那很快就被我找到 就这样刘亦昌教授跑遍了嘉义超过五处以上 地名与余料相关的地点 好不容易找回 隐摸在甘蔗田里头超过半世纪的遗址 但是余料遗址自从发现之后 却始终没有获得当局的重视 直到二零零三年 临近的高铁大道开挖 交通部公路总局才委托 自然科学博物馆的考古队 进行发掘计划 才让余料遗址重见天日 土啊 那里面有灰坑地方的那个土被翻出来 它的颜色不一样 是比较带一点灰黑色的 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些这个土色的不一样 我们往下挖 底下就有了重大的发现 也可以说是运气好嘛 就找到了说 把这个丢掉了五六十年的这个考古鱼 只有捡回来了 站在文物前戴着眼镜 耐心向我们解说的 正是当年余料遗址发掘计划的 协同主持人刘克宏 回忆当年的开挖过程 心情仿佛洗三温暖一样 开挖前刘克宏心想 上头的甘蔗园历经了多次翻更 下方的遗址文化层 应该已经被破坏殆尽 原先不抱太大的期待 没想到深入开挖 却出现了意外的惊喜 因为干脆到每隔一两年就要收割 然后就翻更一次 翻更之后就用机器去翻更 所以呢 他们把那个 这个遗址上面的文化层 全部都已经打碎 运气很好的是呢 它底下有很多大型的灰坑 那灰坑里面呢 这个遗物多得不得了 而且保存得非常好 鱼寮遗址出土的文物 种类繁复 除了各式的贝壳石器之外 最令考古学家经验的 莫过于眼前的高腹缓底罐 长达48公分 宽有25.8公分 重量超过3700公克的陶罐 体积庞大 保存完整 专家推估 过往的用途应该是用来 储存粮食或是用来装水 还有这个眼前形状特殊的球形豆 不只样貌特别珍贵罕见 专家更推估 它的功能可能与祭祀有关 球形豆它是一个特殊的豆 豆本身就很可能已经是仪式性 它又特别的特殊 我们在台湾其他地方 也看过很多豆 没有这个样子 它就像一个地球仪式的 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它这个东西 我们觉得也是很要紧的 所以嘉义县政府 就把这个高富冠 跟这件球形豆 它就把它们列为 嘉义县的限定古物 各种文物相继出土 目前除了在台中科博馆典藏之外 鱼寮聚落当地的民众 也以出土的文物作为印象 设立地标 2009年 嘉义县政府将此列为限定遗址 并且以甘蔗田的形式 限定保存 此外当地的民众 也自发性地成立守卫队 用心守护珍贵的文化遗址 鱼寮遗址的发现 让我们知道说 两千多年前 四千多年前 我们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跟一些使用的器具 也因为这样 让我们更知道过往的历史 让我们更用心地去守护它 其实守卫队的成立 背后还有一段意外的插曲 当年泰保市公所原先预定在这里 刑建纳谷塔 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弹 多次成情无果 没想到最后 却是因为鱼寮遗址 才成功地阻止 纳谷塔的刑建 我们一直沉情 然后都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要的答案 然后后来就发现这个遗址以后 带动的工部门就重视这个地方 然后就没有去继续破坏它建设它 这个事情呢 其实也是在台湾的考古学的史上 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例子 就是一个公共建设 它已经决定要在这里了 因为这是考古遗址 而把这个公共建设搬走 这是一个例子 很少很少 我自己在这边做了四十几年的考古工作 几乎没有见过这个 把这个建设搬走的这个例子 鱼寮遗址守卫队 过去因为遗址的开发 成功阻止了纳谷塔的兴建守护当地 如今村民们将守卫队 转型成为文化协会 未来更希望能够透过遗址体验以及开发 让各多人认识当地的遗址文化 其实鱼寮遗址的一个保存 我们倒是希望说可以把这个地方 作为我们一个遗址的体验区 那就是说可以一些专家学者 他们可以来这边做开发 做一个研究 那么一般的民众 也许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生活体验 去了解以前鲜明的一个生活智慧 从考古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嘉义县政府文化局在做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应该更积极一点 假如可以的话在那附近弄一个陈列室 把一些我们挖出来的东西陈列在里面 把当年的一些照片或者是一些知识 给大家更多人知道 一望无际的甘蔗田下方 埋藏了嘉义县相当重要的事前遗址 透过了挖掘以及开发 不仅让我们得以窥见仙人的生活危机 未来更期待能够结合观光资源 让文史保存 以及在地发展 得以永续并存 不得影响 经许分部 感谢观看